来给你们看我以前的烂嘴 补口红简直就是熟分情粉尽 大爷是你们再看我现在的嘴 哇哦 没有口红 高清相机拍 完全不开滤镜 这要作为我 不是我说啊 就薄薄慢慢一根唇纹都没等 今天就教你们 如何通过沥烟 各小手的方法 让你的唇纹和你的烂桃花一样 通通断一干二净 今天就其实很便宜 而且自己有效 第一种情况 如果你有事没事 爱一张口腔会痒 这个冬天还没看到 你刚换起这个嘴巴就起皮就干裂 嘴角还容易长口腔炎 不管唇膏唇膜唇油 用了还多是觉得干 或者就好了两三天 马上打回原型 这个说明你的问题 不是你的唇部保湿没做到位 而是你的口腔练膜系统 比一般的人弱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那条 你们可以和我一样 在家里面常常备好 这种维生素B2片 只要你觉得涂唇膏 没什么感觉了 赶紧吞两盆进去 我一般会吃连续三到四天 维生素B2是可以起到 预防我们口腔 乃至唇周的活活症的作用 你们好几百大几千的唇膏 解决不了问题 其实问题可能出在 这个八毛型的东西 是不是觉得踏破铁鞋五米柱 是不是想要点赞转发加关注 当然维生素B2 最好的还是从动物内装 和绿色植物里设计 那个要大量吃才有点 我是做不到 反正吃这个也没啥问题 就是这里我要给你们提醒一下 就如果你容易得口腔会痒 你很容易 小心预防 那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你不怎么长唇炎 你不怎么得口腔会痒 唇膏你也会觉得润润的挺好的 但是你的唇纹还是神 一你根本不会涂唇膏 二你根本不会选唇膏 我看到很多人涂唇膏 特别是这种冠状唇膏 直接嘴巴就 转一圈 太懒了太懒了 但是拜托你们想了一下 你们这个嘴巴这样弄起来 是不是像一张纸这样折起来 这样折叠的状态 你在这个表面粘唇膏 是不是展开的时候 只有这个表面粘到了 你这个唇纹里面根本就没被自认到 正确的涂抹方法是 用棉签粘去一点点 做成一个微笑的表情 让你的嘴唇舒展开 这样的可以让唇膏填补到 我们唇部每一个缝隙 但是如果你的唇纹非常深的话 我建议你们可以像这样 竖着去头 唇膏也是一样 干开横着头 唇纹深的可以是竖着头 这样的涂法可以让唇膏滋润到 我们每一个缝隙 其实效果上也可以弱缓你的唇纹 而其次你要知道 我们唇部是没有任何的皮质线的 它自己没有任何的油脂会分泌出来 所以它的水分流失速度 比我们的脸上快十倍千倍百倍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我们尽可能要选择有矿脂矿油 或者其他方便性比较好的成分的唇膏 那如果你们想看唇膏格际 我有很多小众的好多的唇膏 这一期你们在评论里面抠想看 超过五十个版 我就给你们做一期 好吧 当然我有个超级平常的方法 维生素液什么牌子都行 每次睡觉前拿出一颗 能挤破涂在嘴唇上 维生素液是非常好的保持成分 而且还有抗氧化功效 它会按摩吸收一下 哇我的嘴巴好漂亮 好嫩哦 你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了 你可以玩回手机 可以打回游戏 睡觉前记得拿出一颗氏铃 用棉签抠这么大一坨 敷在上面就好 当然如果你能保证洗手的话 你用手涂也可以 我只是用防杠筋 我才有棉签的 这样的话你的嘴巴会很丑 你就丑着去睡觉就行 其实这个方法就相当于 我给你们DIY了一个 补水保湿二合一的长效唇膜 我跟你们讲 这个方法是玩 第二天你们就给我顶着 漂漂亮的嘟嘟唇 闭嘞闭嘞闭嘞来给我点赞吧 那视频看到这 喝口水吧 护唇有个非常关键的点 就是不要等到你口渴了再去喝水 现在就给我喝 唇纹归根到底 就是因为你的唇部过度干燥 多喝水少甜嘴 别撕嘴皮 才能美 我啦 886